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CNN引述了美方消息人士指出 說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做完手術以後 情況危殆 目前美方的情報部門密切留意情況 至於在韓國方面也有媒體 引述朝鮮消息人士指出 說金正恩由於長期吸煙 過肥以及工作勞累的關係 在今個月12日接受了心血管手術 目前康復進度良好 在香山郡別墅休養 只看這兩條消息 在說法上已經有很大的區別 CNN說他病危 不過韓國消息說他康復當中 沒有他 全因為朝鮮採取了全面的封閉 以及進行新聞封鎖 所以只要有那麼多的風吹草動 馬上就會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但是空月內風未必無因 為何有那麼多消息傳出來說他出事了 其實就是因為他在上星期三的時候 竟然間就缺席了他爺金日成的銘售活動 在這些極端封閉的共產國家當中 只要那個領導人或者高級的官員 一旦缺席了一些重要場合的時候 馬上就會被人傳了 到底他是否權鬥失敗被人軟禁呢 甚至乎是否已經被人削了 遭人暗殺等等 所以有這些消息傳出 絕對不出奇 除非金正恩會在公眾場合當中亮相撲一撲頭 證明自己還沒死 否則傳出他危重的消息只會是此起彼落 實情在2014年的時候 金正恩曾經神隱了超過一個月 後來再出現在公眾場合上水的時候 就被人發現原來要守持拐掌 因為其中一面的腳就撤退了狼腫 所以他跟路中共的日本路讲 sanding 到底是否金正恩這次真出事 路透社引述了一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官員消息 在據法 金正恩是沒有病危的 實情要了解 真的要瞭取消息 還有些蛛絲馬跡可以尋找 要看中朝邊界的軍隊有否一樣 若然在朝鮮内部政局不稳的时候 中方那些老解军队就会有频密调动 但似乎今次就不见得有 没有消息传出说有 所以金正恩可能未必有事 但一旦有事的话 到底会由谁来继承呢? 实际上最大机会就是目前朝鮮的第二把交椅 就是金与正 金与正就是跟金正恩同一个老母 在今年初的朝鮮劳动党第七届五中全会当中 他就被获委任为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 在直战扶役他上位当中 而且在上个月他就狠批韩国 就说他们不应该批评我们朝鮮试射武器 那些战狼风格都学足了金正恩 所以他就被誉为第二把交椅 至于还有一个长子和老母 那个叫金正哲 只不过金正哲也不能算计位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算计位的人选当中 是由金正哲和金正恩当中选选 在当时你没办法算计位 现在还算计什么呢? 目前在國內都不是擔任任何要職 至於另一個老母先生的叫金正藍 那個已經死了 因為已經死了 在17年大馬吉隆坡機場吸了神經毒劑 就是死了 所以就得到金與正是最大機會 若然真的繼任成功的話 就創了人類歷史的創舉 作為一個共產國家竟然可以世襲世界 其實在共產國家當中是相當罕見 最多世襲的只有古巴 古巴由卡斯特羅傳給他弟弟奴義 另外那些共產國家 無論是蘇共也好 或者是東方集團的8個共產國家也好 都沒有試過搞世襲 就算藍斯拉夫的鐵托號稱強人 他也是做完就算 所以朝鮮真的開創了先河 後來古巴就跟 但是古巴相信第三代的繼承人 都未必再是卡斯特羅的後人 中國又怎樣呢 那就不知道了 因為那些東西喜歡改來改去 接著又說說關於油價 紐約五月期油 昨天歷史性跌到負數 收市每桶就報負37.63美元 這當然是令人相當震撼 因為有史以來都未試過這樣的情況 到底是甚麼原因 驅使到油價跌到負值呢 實際上疫情的因素 佔了最大的影響 不過 到底這個負數的背後 是承載著甚麼意義呢 其實就是美國根本上在報復 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 一直以來在過去幾年在玩東西 一直以來在過去幾年在玩東西 就想堆壞美國的葉岩油 是有關的 我先講一下那個原因 為甚麼會負值呢 因為那個疫情拖累的關係 首先是令到那個需求 急劇下跌 全球都下跌 全球都說要保持這個社交距離 很多西方文明國家又說要採取這個封城的策略 所有人都說要在家工作 工廠就一律關閉 航運交通 大部分都停頓 所以對於石油的需求 當然是崩盤式下跌 但是供應仍然是源源不絕 好了 為甚麼會造成崩盤的導火線在哪裏呢 因為這個紐約期有 5月的期有在4月21號 就是最後的交易日 若然 在昨晚他不扔走那些貨的話 他就要被動地來去交割 那就死定了 因為他就會付出更加高昂的成本 而這個成本 很諷刺地 就是遠遠高過石油本身的價值 比如說一些甚麼的成本 第一個就是儲存的成本 美國一些內陸石油開發區 比如說富因地區 他的儲油庫目前已經是滿了七成 他只能夠應付未來三個星期的產量 所以為甚麼會跌到負值呢 就是根本上他想貼錢給你的買家 自行把這些石油運走 這個就引伸到第二個成本 就是運輸成本 目前美國還在疫情的籠罩當中 所以 這些物流運輸 基本上很多都停滯了 所以又令到運輸成本進一步上漲 再加上一般買家 買這些石油其實是沒有鬼用的 這些石油其實就叫做原油 原油就一定要運送到煉油廠當中 才可以變成有價值的產品 比如說液化的石油器 柴油、煤油、汽油等等 一定要運到煉油廠才能發揮到他的功效 可能有些人就會問 既然石油的價值都已經跌到那麼低 為什麼那些石油生產商仍然要開採石油呢 為什麼它不停產呢 實際那些生產商要停產很容易 按過制所有油井停了 炒毀工人 那就一了百了 但是這樣就會造成到資金鏈的斷裂 因為它沒有東西買 它沒有得流轉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 現在要考慮對於這些石油生產商進行補貼 怎樣補貼呢 首先來講就是叫那些石油生產商 麻煩你把油井先關閉 暫時不要再開採石油字 這樣起碼就舒緩得到油庫的儲存壓力 第二樣東西就可以舒緩得到生產過程 以及油價暴跌 以及這些美國石油生產商的破產壓力 進行補貼的時候 動用最少70億美元 補貼這些公司 將3.65億桶的石油儲存量 保持著不開採 並且將這個儲存量 計入美國政府的應急石油儲備當中 到底美國這個期貨市場 將油價打到負值 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某程度上 美國要向著沙達阿拉伯 和俄羅斯 在過去幾年 他們聯手要打擊美國的葉岩油工業 進行報復 美國已經對著葉岩油工業 投資了幾千億美元 資本 若然打擊成功的話 所有東西都變成打水漂 美國就千萬個不願意 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 俄羅斯跟油組 OPEC 談判破裂 所以搞到各自增產石油 在美國的眼中 其實 你的客觀效果就是 弄死了美國的葉岩油 所以在美國的眼中 兩班油仔根本在扯貓尾 只是計算石油的開採成本 沙特阿拉伯 由於掌握了全球最先進的石油開採技術 所以他每桶石油只不過是9美金左右 俄羅斯每桶石油 大約19美金 但是美國的葉岩油就貴了 他50美金一桶 而且 油井壽命只能有年半至兩年左右 成本又要進一步增加 現在你兩邊的油仔又要各自增產 根本上是扯貓尾 你又增產又增產 加上在疫情的需求大幅下降下 你兩邊增產又會令到石油的市場價格下跌 只不過 只要你的市場價格不會跌得過你生產成本 你仍然是有賺的 但是這樣就會弄死了美國的葉岩油的工業 而且美國的葉岩油 很多油企 其實他就是要靠發債來 去維持資本 若然油企倒閉的話 就會令到債市 都會受到影響 再進一步影響金融市場 所以 現在就要把油價 折低下去 美國就取回主動權 首先在這個期貨市場 取回價格的定奪 將油價折到負值 沙特和俄羅斯 被迫都要進一步減產 其實在4月12日的時候 油祖和俄羅斯就已經達成了一個歷史性的減產協議 是一個遞減式的減產協議 只不過 你面對著環球的石油需求 降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的減產其實也是超過了每天的需求 現在就是側低的價格 基本上是令到你要就范 就是要通過大幅度的減產 來換取市場價格 在長期得以穩定 所以我認為 美國在這方面算是高招的 若然你有什麼意見 甚至不同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我們的留言板當中提出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